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姑娘带着行李来到了离家千里的柬埔寨 前来接她的人热情地把她带上了商务车 小姑娘喝了汽水后就晕倒在床上 人贩子把小姑娘往床上一扔就绑了起来 之后更是强制注射了毒品当货物卖了出去 美国警察大傻是一个专门追查人贩子的警察 她和同事一直在追查一个犯罪团伙 这群人专门绑架小姑娘利用各种手段逼迫他们出去卖 而此时泰国警察二傻也追查到了这帮人 宅装成交易的人暴打了人贩子 解救了一个小姑娘 大傻也跟同事抓到了一个小头目 最后更是集装箱里满满的都是少女的尸体 犯罪团伙们觉得大傻这个人太儿时了 于是趁着深夜直接一个火箭筒全断掉了 可是凶手已经逃出美国遣回柬埔寨了 于是大傻决定为家人报仇 她找到了国内的街头人询问对方大老呆子的下路 最后更是远赴千里追到了柬埔寨 二傻得知大傻的到来 在机场准备逮捕她 因为大傻的复仇行动肯定是属于犯罪的 大傻追踪到了呆子所在的酒吧 二傻也赶到了 最终二傻理解了大傻 两人一起解救了一批少女 更是决定彻底打掉这一犯罪团伙 因为二傻的女朋友也被这群人绑架卖掉了 最终大傻二傻合伙干掉了他们 却在人贩子的资料中看到了大傻女儿的资料 也就是说大傻的女儿可能没死 只是被卖掉了 大傻决定为了女儿远赴世界各地 一定要找到她 其实就剧情来讲 电影并没有什么好讲的 机场大戏和枪战却十分过瘾 丝毫没有浪费900万的投资 甚至远远超过了所有人的预料 最后的打斗血腥精彩 导演赋予大反派的生命力太强大 片子很朴实 甚至还有些粗笨 但更真实 拳拳到肉 我是小颖 更多精彩电影 欢迎订阅 略影时光 请不吝点赞